讲过很多次 但是要把它变成你的一个身体观 要练拳的时候 你要把它当作你的身体观 所以大部分的人 虽然了解了 可是他在操作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用这个观念 来操作他的身体 因为我们在认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绝大部分还是以什么来认知 还是以皮肉形成的外形 以皮肉形成的外形来认知我们的身体 是吧 所以我们对身体的认知 如果是这种认知的话 我们在操纵身体的时候 也一定是用皮肉来操作 因为你对身体就是这样的认知 我们现在对身体的形态 对身体的形态的认知 是比方讲现在的健美观念的 这边很大很大 然后屁股小 然后是这种的 一个倒三角形的 这样子的身体的认知 那这种认知已经非常深入了 深入每一个人的观念里 对他自己的身体的观念 就是说什么样的体型 是一个好的体型 什么样的身体外观 是看起来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外观 这个观念已经非常深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 很多的 现在的运动观 现在的健美观 现在的 所有的健身的观念 通通是这样子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练这个东西的时候 要把这个观念破掉 我推荐你们看那本书 那个《灵酸痛》 我是推荐你们都要买去看 有时间就看文字 没时间就看图 里面的图片 它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 从过去到进入现代以后 那个身体的姿态的改变 它认为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基于文化传统断了 就是那个体感 所以每个人的身体都一样 可是每个人的 可是那个体感 体感已经变了 所谓体感是什么 体感就包括我刚才讲的 你对一个身体是什么样子 是正常的 什么样的身体是健康的 那个的感觉变了 就有很多传承 比方讲 不管东方西方 很多传承 早期的传承 就是坐有坐像 把腰挺直 坐有坐像 站有站像 这种是一种 从小的父母传给孩子的 一种体态的要求 那小孩子的心里面 头脑里面就是认知到 这个体态是正确的 是对的 然后影响到很多后面的 我们的行住坐卧的器具的设计 你方以前的太师语 就是让你去坐正的 第一个他认为是这个传承断了 那以我们中国来讲也是一样 那我们是受到西方的文化 后来的流行文化的影响 这个断掉 然后就是到一个时代 反传统 到一个反传统的时代 那个时代改变了很多传统的认知 反传统就是 传统的东西都是错的 都是老的 都是旧的 都是落伍的 然后他要反传统 那反传统是什么 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反传统是 传统做的东西 我统统不要做 传统是这个样子 我就不要 我就要这样子 就是这种很多反传统 然后第二个是 因为文化 因为时尚的流行 他提到欧洲大概从18世纪以后 从发展出一种 颓废风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就是以邋遢 以不整齐 以颓废为美的这样子的风上 那后面的影响就很深 所以有传承的问题 有文化的问题 改变了后面的人 对姿态的认知跟看法 中国武术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回到什么 我们不讲纯粹的文化认同或者迷信 我们讲什么 我们从身体来讲起 从身体的认知开始 因为身体最基本的结构就是这个 是吧 身体最基本的 以结构来讲 身体是以骨来做结构的 当初上帝造人也是先搞个木棍 搞个什么 把这个东西先排列出来 这是人的基本的结构 基本的形态 所以人的结构与姿态都是有什么 都是有骨 也就是说骨本身是不会动的 这个骨是不会动的 动的是关节 姿态的改变跟结构的转换 是以什么 是以关节的不同角度形成的 这个要认清楚 这个要认清 所以我们对身体的认知 要头脑里面先要有这个骨骼的概念 先要有骨骼的概念 我在站立的时候 我站立的是什么 是一个骨骼 我在动的时候 我在动的是什么 我在动的是骨骼 我在改变我的关节的角度而动 不是用力量在动 我只是改变我的关节的角度 在动 所以第一个的认知要是这个 那什么东西让它动 因为骨骼是分离的 那什么东西把它连接起来呢 在西方它把筋跟肌肉统一 叫做肌肉 我们不是 我们把它分开 我们把筋叫做筋 肌肉 收缩的部分叫做肌肉 延展的部分叫做筋 所以肌腱 韧带 那个筋络 现在讲的这个 signal tendons 什么fasal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筋的系统 收缩的部分 收缩的部分 是属于肌肉的系统 这两个东西 在中国的医学跟中国的武术里面 这两个是区分开的 因为它们的功能 跟作用力是相反的 它们是相反的 你只能选择谁为主 筋为主 筋为主 筋的伸展 带动肌肉的 红色的肌肉纤维的伸展 两个都伸展 肌肉的收缩 肌肉术变短 肌肉的收缩 影响筋是什么 影响筋是松掉 塌掉 所以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是选择什么 是选择筋 那选择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筋是操控骨的 肌肉是什么 肌肉是保护骨之外 肌肉是帮助稳定关节 肌肉对关节的作用是稳定它 因为你没有肌肉包覆的话 没有肌肉的收缩力的话 你的关节是这样子的 你虽然有筋 可是筋它本身没有收缩力 它不能稳定关节 只有肌肉的包覆可以稳定住关节 所以肌肉对关节的功能是在这个地方 要不懂 所以它是附带 然后会比较漂亮 加上皮 加上皮会比较漂亮 皮的功能当然很多 但是最主要是美观 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只看一层皮 是吧 我们说这个东西很美 那个东西很美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那层皮 把皮扒掉 给你看的话 你不见得会说它美了 说它漂亮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皮当然有很大的保护作用 保护作用 皮可以呼吸 什么的 可是在整个运动上 上面它是属于外层的 所以运动 以运动来讲 运动的身体来讲 骨是核心 心是让骨 让骨运动的条件 肌肉是让骨骼 让关节稳定 然后外面包成皮 我们基本上把它看成这四层 所以我们要操控的是最里层 好 最里层以后 我们先讲结构 我说过最主要的结构是什么 最主要的结构就是 这一条水平线 这一条水平线 跟这一条垂直线 所以最主要的结构是什么 是这个体 这个区域我们叫体 这四个我们叫支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叫支体 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体 正与不正 正或不正 是由体来决定的 然后我们所有的重要器官 也都在提 知是什么 知是来表达体的 知是让体内产生的能量 有一个流通往复的 流通往复 有一个流动的 消耗的一个功能在 否则 没有四肢的活动的话 这里面产生的能量 你吃的东西产生的营养 产生的器械 它就累积在里面 它没有疏 疏疏疏疏疏口 知道的吗 除非你用讲话的 你用唱歌的 可以有一点疏疏 可是整个气血的带动 里面产生的能量的 气血的带动 是靠支的活动 这是支的作用 要不懂 这个先懂 就是它的重要性 支跟体的重要性 所以当我们在 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我们照顾的是什么 我们照顾的不是支 我们照顾的是体 但是在很多的武术 或者很多里面 大家变成什么 大家变成他照顾的 看到的是支 因为支比较花 花俏 支的变化很多 然后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都是去学习这个支的变化 而疏忽掉这个体 所以以支体来讲 比方讲我们要拿一个重物 我们要拿一个重物 不能让 拿重物是不是用支拿 用支拿 不能让支影响到体 也就是说当我拿一个重物 很重 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支影响到体了 错了 造成对体的伤害 错了 所以要用体为准 我拿一个重物 所以我们常常喜欢两只手拿东西 因为它可以保持到 我这个体的平衡 很多家庭主妇买菜买很重 这样一倒就歪掉了 体歪了 我说过肩膀没有开 提茶壶 一提起来这样子 体 体歪了 这些都是在观念里面 在观念里面没有注意到 支跟体哪一个重要 谁为主谁为父 这个观念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练武也是一样 不能由支来影响到体 所以你拿一个兵器 不管轻重 拿一个兵器 你不能这个重的兵器 去影响到你的体的活动 或者体的振 知道的吗 所以你的体能够承受的能力 就是你能拿东西的那个限度 是限度 要不懂 所以这要知道 所以当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在移动的是什么 我常讲移动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在搬动的是体 不是支 但我们的习惯是用支来搬动体 这样不懂 这也是观念里面 没有认知到 没有认知到谁为主 你在动的时候 最重要的部位是什么 最重的部位 是在哪里 当然是这边 当然是这边 你怎么可以用这边来带动它 所以移动最重要的是这个 我讲过吧 腿是用来什么 腿是用来支撑它的 腿不是用来带动它的 这是另外一个观念